油價飆涨 民眾每家一次油心就在糖血 不過與其抱怨 不如想想該怎麼省油錢 從事氣球工作的葉老闆表示 省油可以分成靜態和動態 像是檢查胎壓定期保養 動態就是養成良好的開車習慣 避免猛吹油門 就可以節省10%的油耗 短煮在市區開的時候 我們許許開油門採 不要採到底 差不多是1%的採油的深度 這樣對引擎是屬於比較省油 機油過期它會變濃變稠 變濃變稠的話 在行駛上就會比較沒有力 你就會想要加重油 無形中就耗油了 還有哪些駕駛壞習慣 讓你不知不覺增加油耗量呢 像是行李箱堆放過多物品 高速行駛中開窗戶 冷氣空調溫度開太低等等 這些都應該避免 汽車吃多少油就加多少油 你油每次用滿載的方式 在行駛的話 這樣也會造成你無形中 也是不必要的重物 加油的時候最好是早晨或是晚上 因為是熱脹冷縮的原理 會加比較多一點 老闆也表示油價大幅上漲後 類似省油設備的詢問度 也跟著暴增了一倍 不過效果如何 見仁見智 最基本的還是要改變 不正確的駕駛習慣 不想隨油價波動而大傷荷包嗎 省油達人就從現在做起 記者唯一提一台就是報導